全油管最快新闻、播报和点评,宝格丽公司今日发布声明,就其海外官网上店铺地址和地图标识的错误进行道歉,并表示将立即纠正错误。 声明中还感谢网民的监督,并表示正在与第三方国际服务商合作,确保官网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正确标注。 早前报道曝光了宝格丽官网将台湾列为国家的问题,引发网友的关注和要求品牌回应。 公司回应称这是网页技术部门的问题,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,公司应该更加谨慎,以免误导观众。 关注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